我是一位職能治療師 所以我過去的經驗就是跟身心障礙者一起相處 治療他們 或者甚至是幫他們去做輔具上面的適配 我希望是透過我對於輔具的專業 讓他能夠在水裡面悠有自在這樣子 我最喜歡的運動就是去玩自由潛水這件事情 在玩潛水的時候我發現我身邊周遭的人 就是沒有所謂的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可惜的 你看喔我們的海就那麼的大 是不是能夠讓這些身障朋友們 其實也能夠享受這樣的一個樂趣 基本上這個計畫我們一開始 一定是先從採購必須用的輔具開始 譬如說方便他們上下岸的輔具 像一位腰帶或者是搬運輔具等等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招募一群志工 我們不是要他們訓練他們多厲害多會潛水 而是在潛水的過程中 能夠協助這一群需要幫忙的身心障礙朋友 讓他們能夠安心安全的去做潛水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在做身心障礙朋友的這個潛水的部分 其實反對聲浪會比支持的聲浪還要多 聲浪可能會是海洋就是危險的 就是你把它帶出去 你可能出事了怎麼辦等等的 但殊不知其實我們第一個要考量的 不是你有多厲害而是你有多安全 如果今天我們的聲浪朋友們 他們有一個可以讓他很安心的潛伴在他旁邊 跟他一起潛水的話 這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了 就是我們就打破那個刻板印象 畢竟我是個比較就是敢去嘗試的人 所以其實我考教練的時候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想說 我要有教練的執照我才能帶他們下海 所以我的第一個學生其實不是子力人 就是身心障礙朋友這樣 我們全忙的那位學生 他來我們這邊參加體驗之後 他就很想要繼續往下上 然後上課完之後我就問他 他真的只是水果問他 你要不要成為台灣第一個身心障礙者 去比那個潛水比賽的選手 他就說欸好啊 他就來比了 所以我們就一起去參與了 2022年的那個泳池賽的部分 做完之後拿到了白牌的部分 那白牌就是對於他的人生的一個肯定 我們一起拍照留念的時候跟我說 覺得我們身障者真的可以做這個運動 你也可以幫助我們就是其他的身障朋友們 未來有沒有機會一起來比賽 甚至一起出去玩這樣子 我覺得Keep Walking這個計畫 對我來講他的影響力是會 比起我自己在那邊苦幹蠻幹來的大 這影響力擴大出去 讓我們台灣更多關注身障議題的人 都能夠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他們身上